无论有没有红地毯,迪丽雷巴仍然是发烧的焦点,尽管只在活动中短暂露面。 在最近的一场微博活动中,著名明星迪丽热巴尽管未能如往常一样亮相红毯,但仍然引起了一波新的热潮。 这次活动的闪光瞬间揭示了她在社交媒体上吸引力背后的秘密。 迪丽热巴,是中国娱乐圈的著名女演员,常被誉为红毯女王,以她在服装选择上的精致和创意而受到观众的高度评价。 尽管为参加微博活动的红毯仪式,但她仍然受到观众和网络社区的特别关注。 1月13日,迪丽热巴短暂亮相微博活动,荣获年度优秀女演员奖。 她身着由Alexis Mabel品牌设计的一席靓丽的蓝色礼服,妆容精致,容貌璀璨夺目,使观众目不转睛。 截至目前,迪丽热巴有关的每一篇微博文章都吸引了数亿次阅读。 她的名字不仅位居微博热搜前时,而且即使她尚未亮相,她的名字仍然保持高位。 与迪丽热巴相关的微博文章总阅读量已超过10亿,这在短时间内是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数字。 观众不仅关注迪丽热巴的成就和奖项,还赞美她引人注目的魅力和蝴蝶翅膀般的容貌。 她引人注目的背影在社交媒体上引发热议,凸显了她的名气并在观众心中留下深刻印象。 据新华报报道,迪丽热巴未能走红毯的原因是因为她正忙于录制春节晚会。 尽管如此,她的缺席并未减弱观众的关注和热情,证明了这位明星的地位和热度。 在视频的最后,我们希望听到观众对迪丽热巴在微博上的这一特别事件的看法和感受。 请留下您对这位女演员的美丽、时尚和成功的评论。 您可能对这个令人瞩目的瞬间感到兴奋,或者您可能对迪乐热巴在社交媒体上的吸引力有自己的看法。 请分享您的意见。 并别忘了点赞,如果您觉得这则新闻很有趣。 感谢观众与我们同行。 感谢观众业 by bwd6